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一位名叫蒂姆的年轻人 她发现自己拥有了一种神奇的能力 可以穿越时空 回到过去或者前往未来 她利用这种能力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时间旅行之旅 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一位名叫玛丽的女孩 两人开始了一段快越时空的浪漫爱情 蒂姆和玛丽之间的爱情是快越了时空的 她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相遇 但是她们的爱情却始终没有改变 在时间旅行的过程中 蒂姆也学会了珍惜和把握当下的时光 她开始珍惜和享受自己的生命 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爱情的真谛 在时间旅行的过程中 蒂姆也遇到了很多挑战和困难 她不断地穿越时空改变历史和未来的进程 但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她发现每一次的时间旅行 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 有时候甚至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在这个过程中 她也逐渐意识到 时间旅行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她需要学会接受和面对生命 装得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挣扎 最终蒂姆学会了如何平衡时间旅行和现实生活 她和玛丽在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最后的时光里 她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感受着那些美好的瞬间 体验了生命的真谛和意义 整个故事的主题是关于时间和生命的探索 以及爱情和成长的精神 电影通过展现蒂姆和玛丽之间的爱情 以及蒂姆在时间旅行的 过程中所经历的成长和挑战 表达了对生命和时间的珍视和感悟 同时电影也通过展现一个 富有科幻元素的故事情节 吸引了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整个故事的节奏温情默默 充满了幸福和感性的元素 让观众感受到了电影的浪漫和感动